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死者衣着入食 浑身上下全是名牌 而且屁股保养得很好 由此推断 死者属于高收入阶层 死者身上身无分文 经线卡勘查表明 死者的衣带曾经被人翻检过 另外 死者的无名指和静部 都曾经有过饰品和挂件 现场的痕迹表明 有人抢走了这些东西 主角 左队 我不同意林江的看法 说话去 第一 一个高收入阶层的人 为什么会在晚上九点二十到九点四十分 到望江亭去 第二 他是怎么去的 是自己开车去的还是乘坐出租车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凶手既然仅仅是为了抢劫财物 为什么还要在杀人以后毁荣毁尸 所以啊 我认为这不是一起简简单单的抢劫杀人案 而是一起有预谋的凶杀案 张明我提醒你啊 从现场勘查和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 只能说明死者是个非重体力劳动者 林江 你要是脱了衣服 有人能认出你是刑警吗 同样的 抢劫杀人案里面 死者被毁荣的现象不是没发生过 仅从死者被毁荣就推断 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 这也是你的主观推测 张明 我个人的意见 凭着经验和我们的判断 有可能会缩短侦破事件 但是也有可能会把我们带进侦破的死胡同 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冤枉好人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只能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入手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没有任何接近 我说完了 被害人的身份确认了吗 已经通知各分局和派出所 发出协查通报了 昨天是4月21号 昨天有你牵头成立421枪杀案小组 大家要全力以赴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破获此案 赵局正在党校学习 我已经向他做了会访 他还有一个月就回来了 我希望大家在赵局长回来之前 破获此案 将凶手绳之以法 昨天跟我上办公室 我让你做了吗 我让你做了吗 什么事出去 昨天 昨天 你干的好事 我干好事你那么严肃干吗呀 你应该表扬我呀 别跟我嬉皮下来的 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您说死亡现场啊 我说的是宾馆 你上宾馆干什么去了 我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 你知道常宏宾馆是谁开的 市里边有明文规定 没有局长的签字 不能查常宏宾馆 你倒好 还闯宾馆房间 你够有本事的你 这事是这样 行了 马局长都告诉我 第一 你要写一份深刻的检查 报局党委 第二 替换人宾馆房间的门 你自己掏钱赔 第三 你要亲自向马局长道歉 检查我写 给人们人提坏了 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 我跟他道歉我道不着 那我就处分你 您看着办 您爱怎么处分怎么处分 站住 把手给我拿出来 处分是免不了的 但是下不为例 否则我就拖了你这件警服 拿着 我先来道歉的 昨晚是我不好 请你原谅 我先来道歉的 没事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你回去吧 左育 是公安局刑警队支队长 今年三十三岁 身高一米八二 体重七十五公斤 曾经获得一等公一次 二等公三次 别背了 我还要开会 你赶快回去吧 大男子主义 小气鬼 一个高收入阶层的人 深更半夜跑到森林公园里 去寻刺激 他一定是工作压力太大 到那散散心 不行被歹都发现了 好好好 既然被抢 保密要紧对吧 这抢都顶脑门上了 他为什么要反抗呢 问得好 我跟你说怎么回事 我认为 左队 左队你 你不是戒烟了吗 出去给我的吧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林江 我跟你说以后开会的时候 你干脆就把嘴给我闭上 什么皮肤脚白衣着入尸 身上被嗖呱呱 这就抢这杀人了 那么多人在那你也不嫌寒碜 左队 知道了 左队 我已经通知各排出所 把昨天晚上 到今天的失踪人员名单 都报上来 挨个排场啊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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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绵 死者穿这么身衣服 挂这么条链子 我怎么怎么看到别扭啊 再说你看这链子 也不像是挂事物的链子 走 走 你 会不会凶手真正要抢的 是这链子上挂的东西啊 林江 你咱俩去排查这链子的来源 不会吧 这不大海楼 抓点警啊 是 来 顾总 鸡哥来了 顾总 一切都安排好了吧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 老大对杜安手里的东西很不放心啊 已经好几天睡不着觉了 他希望能够尽快把东西长回来 只要不在徐栋手里不就结了 一个徐栋不足为虑啊 怕就怕这东西落到了 什么张栋啊 王栋的手里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 这东西已经摆在了市委书记的办公桌上 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杜安死了 咱去问谁去 我记得 杜安好像有个妹妹吧 对 叫杜云丽 这个杜安最大的优点 就是对她妹妹还挺好的 那会不会 杜安临死之前见过她妹妹 不可能 昨天杜安一天 就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沈哥 找个机会 和这杜云丽 接触接触 瞧瞧我这脑袋呀 咱们就不能比警察 快点儿 这什么地方啊 这不是商场做队 你到车上等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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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来检讨的 为什么不说话呀 马区长 我昨晚上一时冲动 误闯了你们财政局的会议 还把你们宾馆的门给提坏了 您让宾馆择算一下 该多少钱我招架赔偿 还有 我今天专程来是向您 道歉的 好吗 小昨儿啊 这个 不是什么赔偿问题 这是你对领导同志的 尊重问题 当然了 你还年轻 工作上难免会犯错误 这都不要紧 但是呢 以后一定要改给你这个暴脾气 生活当中啊 心胸 一定要开阔一点 这样 对谁都有好处吗 我给你们处局啊 那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这次呢 就算了 但是 但是 领导干部要注意个人作风问题 马区长 你离我们家苗萍远点 你离我们家苗萍远点 我还要办案 我先走了 你很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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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要吧 学生 谁来了 怎么了 昨天晚上跟左翼吵架了 没有啊 还说没有 都看出疲劳来了 左翼这个混蛋 我要是不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非让他下岗不可 局长 明天审厅来检查工作 这是日程安排和接待方案 左队 你都第八家了 土豆快跑十了 我早就说过了 你小子就不是干什么这样 有点我跟楚居说一声 你一定要拍了锁管户籍去啊 左队 我 我刚才说什么了 我 我说马上到第九家了 你看 快走快走快走 来 说 好 马上赶过去 快走 找明天为了新发现 好 来 查仔细点啊 来 你去 把那个 把那个门 把那个门打开看一下 开着那个 对 什么情况 有人给派出所打电话 说这辆车从早上到现在 一直停在这儿 派出所接到电话以后 考虑到这儿离咱们421 车安线两位来 于是就报告咱决定 云 . 咱们321 等董事室 汇阳 走 他走 走 走 我走 走 走 优优独합整個 Co- sacar 署仕組ず的情況情況 integrating 還不清楚 不過我已經請交通隊幫忙查找 喂 是我 缺诊无误吗 好 好 好 知道了 谢谢啊 宝贝 小宋那里来电话 说这车主查清楚了 车主叫杜安 是那个龙翔集团的职工 谁 杜安 龙翔集团的 是啊 怎么了 她是我发想啊 她是龙翔集团的财务总监吧 不会是她吧 走 咱们去龙翔集团 正月儿 现场看戏的啊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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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原因是 你好 你好 请问杜安杜总监在吗 他不在请问您是 你们是公安局的 你好 杜总今天没来上班 没有 他有往公司打过电话吗 没有 你们财务部除了杜安 还有谁负责吗 纪总 麻烦你帮我找一下 您稍等 纪总 杜安来了吗 还没来呢 他们三位是 你好 我们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啊 我们在西部河边啊 发现了一辆丢弃的赛富轿车 经查车主是你们公司的杜安杜总监 我们来核实一下 杜安开的是赛富啊 他出什么事了吗 我们也想知道 这个杜安 我找他一天了 打电话也打不通 他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杜总 您别着急啊 你们公司有没有 杜安的照片啊 他办公室里有一张 我领你们去看 走 好 是个发酵杜安 旁边 旁边 旁边是他妹妹 杜与丽 杜总 这张照片 我们能借用一下吗 这是杜安的私人物品 恐怕 杜总啊 我们就借用一天 就是 那行 他回来我跟他解释 那就谢谢季总陪我们工作吧 不客气 走 慢走啊 把手套给我带上 别毛手毛脚的 干不了这么大事 一人给我仇一间屋子 仔细点 我们走了 我 得 咱们 那 这里 咱们 我 咱们 读案是你发小吗 你说说她的情况 怎么了这是 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感觉 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汪江亭被害人就是读案 什么依据啊 没什么依据 就是直觉 说说 杜恩比我大两岁 他父母都在铁路上工作的 怎么做我邻居做了十五年呢 后来他考上省财经学院 毕业以后分到一家国企工作 工作上也没有什么特别表现 关键是后来他就这个 龙香集团董事长顾忠实的命 进了这集团以后就飞黄腾达了 身上都是名牌 出手也特别大方 我记得有一次 秦文几个发小吃饭 吃一顿饭就花一万多呀 左队 杜恩是龙香集团的财务总监 而这龙香集团 在咱们第一届那可是财大其出啊 真要是他出了事 咱们这压力可就更大了 这龙香集团的财力和人脉关系 我比谁都清楚 这几年涉及到龙香集团大小案子有多少期你们记过吗 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但是别让我找着充分证据 我有种预感 迟早有一天 咱们会和这龙香集团大战几百回复 这三天 左队 我觉得咱们干生争的饭不着跟他们弄嘛 就是 顾中山那小子我盯他很久了 千万别落在我手上 否则就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 走啊 小默 比对一下这个人和死者的体谋特征 咋对 这是同一个人 真的是图案 马上写份报告给处局 咱们走 好 总队 总队 审庭的见证结果出来了 421案使用的枪支 和去年119命案使用的枪支 是同一把枪 你看 好 1019万是你负责牵投的吧 是 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对 开会 什么都没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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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从现场提取的烟头脚印 还有作案人使用的枪支 这些线索来看 张敏 你的直觉是对的 都安一案不是简单的 抢劫杀人案 我认为杀害都安的人 应该是熟悉他的人 林江 你负责通知死者家属 还有排查一下 都安身前的人际关系网 好 张敏 119案和421案并案侦查吧 这两起案件 都和龙翔集团有关系 龙翔集团在咱们滨江市的实力 我不说你们俩也清楚 争扎的过程中一定要保密 好 我会小心的 楚局 我正找你汇报工作呢 座鱼 上我办公室来 好 这个杜安是龙翔集团董事长 顾中时的得力助手 我个人认为啊 这是一些人针对龙翔集团 一系列行动当中的第一步 当然 也不排除什么个人恩怨 比如说 情少 或者他个人有什么仇见 你要尽快找到突破口 楚局 我已经安排弟兄们排查去了 对于龙翔集团竞争对手的情况 你也要派人摸一摸 不过注意啊 动作不要太大 否则的话不好收招 放心吧 楚局 那没什么事 我办案去了 检查呢 什么检查啊 座鱼同志 我可警告你 你明天再也不交检查 我就撤了你的职 你看您别着急啊 我这不忘了吗 我真写了 这不这儿呢吗 您先看着 我那边还有一堆事 我先忙去了 您先看着 我那边还有一堆事 我先忙去了 赵队 嗯 有人来过了吧 是啊 好像还是刚来过不久啊 林家 会不会是杜安的亲属啊 我还没正式通知他们亲属呢 他父母前年刚过世 就剩一个妹妹了 就算他妹妹来的话 也不至于把家弄成这么乱吧 看来这杜安的死啊 确实不简单 我觉得会不会是债主上过妹妹了 咱们呀 再仔细查查 看看有什么痕迹没有啊 好 刚老师 你是 你是 我是左卖她爸呀 你好 你好 左玉 对对 好久不见了 怎么你们都下班了 现在就都几点了 她妈妈早就接她回家了 我们家苗萍是一个人来接她走的吧 还有一个先生 她 她经常和你爱人一起来接小麦 对 高老师 你说的那位先生啊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这不忙吗 我让她陪着苗萍一块来接她 那再见 高老师 好 再见啊 哎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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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她抢了 你还要走啊 好啦 走了 快把她抢了 快把她抢了 你去找个建筑吧 你去找个建筑吧 快把呀抢了 走 走 害怕吗 害怕 好 快 怎么不接啊 没什么事 累不累 来 来 梦子 时间不早了 赶紧洗澡睡觉啊 你还知道时刻不早了 你带着小麦上哪儿去了 我不是你的犯人 你管不着 你是我老婆 我有天理知道你上哪儿去了 我是你老婆 我怎么自己都会忘呢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想接啊 你跟谁在一起呢 一个男人 谁 是那小麦俩虚动吧 憋着跟我离婚 就是跟他结婚是吗 我想跟谁结婚 你管不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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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这怎么让我跟老板交代啊 杜安死得也太惨了 季总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杜安生前经常赌博 你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吗 这赌安哪儿都好 就是视赌成性 为了这事呢 董事长和我 也没少批评教育他 他也每回都赌咒发誓 说一定改 可没想到啊 是越陷越深 所对 会不会是要赌债的人 把赌安杀了呀 暂时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季总 这杜安都和一些什么样的人 在一块儿赌你知道吗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社会上的事啊 我了解不多 不过 我倒认为 不应该是要赌债的人 把他杀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 是这样 讨债的人讨的是钱财 如果杀了杜安 那不就一分钱都要不到了吗 那倒是 我出现谢谢 那听你这意思啊 还有什么别人和杜安有过节吗 不瞒您说呀 前些天我也接到过电话 还让我小心一点呢 什么人哪 不知道 那你报案了吗 没有 没有证据报什么案啊 这两年我们龙翔集团发展得非常迅速 这生意场上得罪那么几个人也是正常的 再说了 我们是能被一两句恐吓的话就吓倒的人吗 请进 对不起 打扰了 季总 董事长让你和这个警官去到太阳部口室 好 知道 所得呀 我们董事长的脾气不好 一会儿 言语之处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请你见谅啊 没事 那请 好 请 来 请坐 来 请坐 董事长 客人到了 吴董事长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刑警队的队长 走运 你好 郭老板 处局长 多安不仅是我龙翔的员工 也是我的兄弟 更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为什么被杀 谁是凶手 公安局 得给我一个交代 否则我姓顾子不答应 我龙翔几圈员工也不会答应 顾董事长 你不要太激动了 你家里没死人 你当然不激动 顾老板 这案子啊 我们正在全力争承 给我个时间 半年还是一年破了这个案 楚局长 督安的事 你们别想糊弄 你们公安局的办案效率 我也知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人大会上 楚局长你还做过检查 今天我把话搁这儿了 这个案子已经要破不了 你们头上的乌纱帽 都别想跑出 我说到做到 另外 这个案子我出一百万办案经费 如果在一个月之内能破了这个案子 我再奖励有关人员一百万 顾董事长 那 侦查破案是我们警察的职责 顾董事长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也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我向你保证 是破此案了 我保证把杀人凶手记得归案 否则我脱掉警服 行了 好 坐飞了 好 你破不了这个案子 拖了警服到我龙翔来做保安 表记 是 宋哥 出去请 你等会儿我 我出去 我发现你脾气也太好了吧 那性购的什么东西啊 我们爸他凭什么致肉画脚的 不服气啊 不服气就在一个月内把案子给我破了 不就有几个臭钱吗 你瞧把他伤得人模狗样 连句人话都不会说了 局长我跟你说 等我真把案子破 他那几个臭钱 我们现在都一分都不给了 站住 这什么东西 霍云 你是队长 能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这顾忠实是被害人的老板 发点脾气 白点谱一下 是很正常的 最近别回家了啊 有什么问题啊 随时向我汇报 你以为我想回家 心里对就是我想 你给我干着 你能不能跟苗萍好好谈谈 人家你总是容易嘛 我们每个警察的家属都非常不容易 就是你先回家 跟苗萍好好沟通沟通 这后院起火会影响工作的 董事长 还有什么吩咐吗 端子葬礼 半个隆重一样 还有她有一个妹妹是吧 对 先拿五十万抚基金 去安抚一下 好 那我去办了 我去办了 谢谢你 不应该呢 和他做成功 一整个小朋友 这 routine 我说了 那么我们可以去办 那我去办了 那就是我们在這次 我去办了 你去办了 你去办了 我去办了 你去办了 你去办了 我去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